现在我们看到它已经完全垂直了 前面还是一个平放的状态 然后慢慢地把它给举起来 一直到它变成垂直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大家都在等待它的发射 它发射的时间应该是莫斯科时间的11点55分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16点55分 所以距离现在大概还有半小时的这样一个时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技术人员在检测整个联盟号飞船的一个状态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昨天的机组成员在飞行之前的最后一次公众路面 我觉得奥利克是非常有飞行经验的,所以整个飞行过程一定会是非常的顺利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还是哈萨克斯坦的拜坑努尔航天发射场 我们看到之前是黎门号飞船周边还有两边它是有两个支撑它的这个设备 然后呢,把它慢慢的从一个平放的状态变成垂直状态 现在呢,这两个设备已经慢慢离开了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是燃料已经加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有喷出的这个气体 所以是已经基本上准备好,要发射了 我们可以看到左上方已经出现了一个倒计时 因为现在呢是北京时间4点25分 那么再过半个小时,也就是4点55分的时候 这个联盟号飞船就会发射 那我们眼前面可以看到是有好几个发射塔啊 一个是就是今天要发射联盟号飞船的 有一个呢是专门发射这个不是载人飞船 而是运输货物的飞船的 还有一个现在是正在进行一个检修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两个玩具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两个玩具 那么这个呢都是今天的机组成员的这个家属给他们的 那到时候呢他们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呢 将会把这两个玩具放到空中 如果他们能够悬浮起来呢 那就说明他们现在已经处于一个失重的状态了 所以这个玩具不仅仅是一个家人对他们的一个祝福 同时呢也是有实际作用的 可以告诉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失重状态 那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过三位机组成员了 其中的那个女性呢就是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尤莉亚 然后呢有一个特别高的其实就是导演克里姆 那据说呢她这个身高达到了1米9 所以她在整个之前的一个飞行之前的一个训练当中 其实是感觉到非常不适应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宇航员来说 太高或者太矮其实都是不利的 那么这一次的三名飞组机组成员当中呢 一个就是前面说到的优利亚和导演克里姆 还有就是真正的宇航员奥利格 他们呢将会一起在高大概354公里的这个地球轨道 将停留12天 其中有10天将会发射在拍摄这部名为挑战的一个电影 然后呢在10月17日他们将会返回地球 现在我们听到的应该是控制室里边传来的声音 那么里边的技术人员呢也在说他们正在非常密切的监看着整个联盟号飞船的状态 那现在他们觉得现在状态是比较好的 那因为这一次进入太空的人数等于是有限制的 所以呢这个女主角她不仅要承担一个演员的角色 同时呢她也会兼顾服装设计和化妆 所以没有化妆师也没有说服装师来帮她去设计 她自己呢已经是学习了相关的技巧 那同时呢导演克里姆他自己不仅仅是导演 而且她也要兼职做一个摄像 整个是她自己来拍摄 那他们拍摄这部电影呢名字叫做挑战 其实他讲的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没有太空探索经验的一个医生呢 被邀请前往国际空间站并且要参与拯救一名宇航员的生命 所以本身这个Yulia也是非常适合这样的一个角色 因为她本身就是没有任何太空经验的 我们看到他们在登机之前先要拍一下照 留下他们的合影 这就是两辆大巴前往发射场 那前面这辆大巴就是我们看到的Yulia 克里姆和奥雷格 但同时呢我们知道所有的飞行任务都会有一个备用的成员组 那么在后面一辆大巴当中呢其实就是备用的成员组 里面也有一名演员导演以及航员 因为每一场发射都是充满着未知 所以无论是任何的发射任务 其实都会有这样一组备选人员的存在 目前我看到这个Yulia的状态是非常的放松 那左边的就是Yulia 右边的那个就是她的一个备旋女演员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已经为他们要戴上手套了 之前还是只是穿上宇航服 那么这个包裹帽子什么都已经慢慢的 要进入最后的一个这个准备状态了 两个女演员感觉长得非常相像 那目前看起来这个还是Yulia在做最后的准备 因为她已经把这个专业的宇航服都穿上了 那现在看到的是导演克利姆他也是跟前面的这个宇航员一样 要戴上手套然后可能还要检测一下身体的状态 海益鸿选宫布鞋子翔排彈上央和央 пол卷帽子 出来 是不是三首颗高吗 如果你那么不太热吗 是吗 没有呢 ashjem 那目前呢我们感觉这个状态还一切良好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按照我们的计划在进行 那晚些时候呢我们将会和国际空间站上面 现有的宇航员见面 那现在大家都做得非常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录像都是在差不多两小时之前录制的一个视频 就是几组成员在做最后的准备 刚刚看到的应该是优利亚的亲属团 因为他们都在说他们能够在这里就感觉非常的开心 然后他们也非常的支持他 是的可以让你听我吗 这个仪式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所有的机组成员在登机之前可以跟自己的亲朋好友,还有包括一些到现场的民众做一个互动,那么现场的民众呢也是都在祝福他们,希望他们的旅程一切顺利。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演员优利亚已经也开始做最后的一个准备,还有戴上手套,然后戴上帽子。 这个导演也非常有意思,他手上一直拿着剧本里面要讲的这个话,台词。 万一这个忘记了,在太空里面可没有人来提醒你们,所以说他一直拿在手里。 他们在穿的这个衣服上其实都是有自己的名字的,所以每个人的这个衣服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是按照每个人的体型。 会是特制的。 现在大家是在做笔心的这样一个手势,看来这个手势是全球通用的。 然后我们开始。 現在所有的設備呢都是已經準備就緒了 當然我們的這個宇航員也是準備就緒了 所有的事情現在都是按照計劃進行 我們也想聽聽你們的想法 我們也祝福你們 希望你們能夠有一個又順利又成功的發射 希望你們能夠發射成功 同時呢也是安全能夠到時候安全地返回地球 我們說了很多關於這個未來的事情 但不管怎麼樣千言萬語會成一句就是希望你們一切安好 然後呢他們就走出來跟以往的每一次發射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會從這個他們的準備室裡邊走出來跟民眾進行一個見面 我們可以看到現場是一片歡呼聲 那同時呢他們這個也說了他們已經準備好了這一次的飛行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也看到過的鏡頭 就是他們穿好了這個宇航服之後乘著大巴前往發射場 他們將會進入到聯盟號然後艙門關閉 然後最後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就會發射了 最後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就會發射了 我們現在是這麼高的現在 現在前面有工作人員在提醒他們 不要一下子爬得很高 可能也是擔心他們的危險 拜拜 好了 現在是這個機組成員是跟大家說拜拜了 他們要準備進入到聯盟號飛船裡去了 他們要準備進入到聯盟號飛船裡去了 很多人都在叫著這個安東 那安東呢是這一次機組裡邊唯一的一個宇航員 你是唯一的專業人士 確實非常特別的一點 就是聯盟號應該之前還沒有過這個機組人員是非專業人士的這樣一個飛行經驗 但是在上個月呢其實我們也知道美國的太空探索技術公司也就是SpaceX呢其實他們已經進行了一次全平民的這樣一個飛行 就是在上個月的9月15號的 呃 當地時間9月15號的晚上 然後SpaceX的載人龍飛船呢是載著四名普通的美國公民是進入了太空 而且是環繞著這個地球軌道 進行了三天的這樣一個太空旅行 所以現在這個所有的這個 呃相關的公司其實都在進行一個 平民化的 呃乘坐 平民乘坐 太空飛船然後進入太空的這樣一個過程當中 我記得昨天晚上我還看到新聞 接下去藍色取緣也會有這樣的一個計劃 那我們之前也知道藍色取緣其實之前已經有過包括Besos他的創始人那個Besos和他的弟弟 呃還有包括有一個最年長的一個82歲的乘客 以及一個18歲的這個進入太空最年輕的一個乘客他們一起也是進入了太空 那麼在10月12號的時候呢 呃曾經出演過《星際迷航》的這個演員 呃William Shatner呢也會乘坐藍色取緣的這個火箭 然後進行一個太空旅行 而William Shatner其實已經90歲高齡了 那他將會成為進入太空年齡最大的人 所以SpaceX呃藍色取緣包括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聯盟號飛船 大家都有一點內卷的意思啊 都是在開始把這個平民送往太空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內部的鏡頭 現在宇航員已經是 不能說是宇航員 只能說是這個機組成員 他們都在這個聯盟號飛船內部 那這也是安東第四次進入太空 那麼安東現在是在Yulia的右邊 那現在是整個除一個 那現在是整個除一個 大家都準備好了 準備就緒的一個狀態 好 吧 现在还有七分钟 在过七分钟联盟MS19号飞船就会进行一个发射 从来的三个月之后的飞船是空间当中飞船后 在一个空间的飞船上座位置 会议会在一旦的飞船上的飞船上 就会议会在设备上的飞船上 有约翼的飞船上 很大约的飞船上 它是一种超约的飞船上的飞船 它是在载船上的飞船上的飞船 只面对两个月的飞船 好,现在还有6分钟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 那么再过6分钟左右 这个联盟号飞船就会发射并且飞往国际空间站 这次比较特殊的是一个设置组也是技术成员 那整个技术成员一共有三名 一个是音乐员优利亚 一个是导演克里姆 还有就是宇航员安东 他们将会一起在高大概354公里的地球轨道上停留12天 那我们刚刚听到的也是继续在这个导控室里边再次确认 所有的机组成员都是状态良好 大家都准备好了 现在还有四分多钟 发射就要开始了 发射的 load 发射船 需宇有一些 在鸡船里边拉啊 发射出鸡鸡的 vocabulary 发射部发射 发射突鸡函 发射路 发射武广 在系绒 还有两分多钟 那么就要到达最后发射的这个时间了 然后呢 担他散发射击 接着 接着 交通 再准备 接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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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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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发射了 好 现在联盟号MS19号飞船呢 已经是发射了 它的特别之处呢 在于它里边是包含了一名演员和一名导演 它们将在太空进行人类历史上首次的 一个在太空当中拍摄电影的壮举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往东北面的这个方向进行一个飞行 现在看到 听到那个导控室里边是说 所有一切正常 现在所有的都看上去还不错 现在应该是动力最大的一个阶段 还可以看到内部的一个状态 大家还比较平静 现在是110秒的一个飞行了已经是 马上就会进行一级分离 好 现在已经一级分离完成了 一切都是正常的 现在回来的这个信息呢 都是显示一切正常 整个飞行是比较平稳 现在已经是2分40秒了 现在这个视野也不错 现在是已经过了这个三分钟的里程碑了 我们现在看起来一切都不错 现在看起来一切都不错 220秒 现在也是一切正常 马上就要进入4分钟的这个里程碑了 那么目前从拜克努尔回来的信息呢 都是说运行很平稳 一切正常 280秒 好 现在要进行那个二级分离了 好 我们通过这个放在联盟号上的一个镜头 我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到 现在已经是5分15秒了 330秒 330秒 3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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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秒 460秒 360秒 46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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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上面安装的内部的摄像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啊 现在是联盟2.1A运载火箭已经和联盟号飞船进行了一个分离 那从这个导控室传来的消息是还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太阳能板还有包括这个导航系统都已经开始运行了 而且是运行的一切正常 现在这个阶段还是比较平稳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像教科书般一样完美 可以说这次联盟号飞船的飞行是完美无缺的 我们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级分离 二级分离 包括第三阶段的分离 都是进行的非常的顺利 那么包括里边的机组成员 尤里亚 克里姆 还有安东呢 都是状态良好 我们拨打开 接下来的接下来的測量 我们接下来的接下来的測量 它将在五分之五 有3 线马斯科 有3 线马斯科 有13 线马斯科 有13 线马斯科 有13 线马斯科 有2 线马斯科 有2 线马斯科 有13 线马斯科 是836 线马斯科 836 亭 be there 您 nuって 您的 就 mystery occupants including bet restoring Russian actress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是在俄罗斯 那我们前面也看到发射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中心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系列的数据 还有包括三名机组成员的照片 现在是在回放之前的发射的瞬间 那么大约在两个多小时之后呢 将会这个联盟号飞船将会跟国际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 那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发射 并且对接的这个直播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对接的过程是非常的长 要有几个小时才能够真正的将飞船和国际空间站对接成功 然后这样子对接成功了之后呢 那里边的机组成员才能够真正进入到国际空间站 现在所有的这个数据都是正常的 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听到一直在解说的这一个呢 其实是NASA的 他们呢是在美国的休斯顿 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出现的是俄罗斯 位于俄罗斯的一个就是本次点门和推船发射的一个控制中心 Central Time 7.30am Eastern Time for rendezvous and docking coverage Docking scheduled at 7.12am Central 8.12am Eastern Time And we'll provide all of that to you here on NASA Television So for now don't wander far We'll be back shortly in just over two hours with our rendezvous and docking coverage As the Soyuz MS-19 makes its final approach for link up to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In the meantime we'll bid you farewell for the moment and be back shortly This is Mission Control Houston So for now don't wander far We'll be back 这个要在太空拍电影的硬核摄制组 由俄罗斯宇航员施卡普洛夫带队 由于人手有限 导演西鹏科同时将担任摄像 女演员佩雷希尔德则将兼任服装设计师和化妆师 就连宇航员施卡普洛夫也将有情出演 三人都对为期12天的太空拍摄工作充满期待 这部影片取名就叫《挑战》 讲述一名医生被派往太空 为宇航员进行紧急手术的故事 导演和女演员最终能成行 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挑战 除了数千人的海选严格的医学检查 他俩在前往国际空间站之前 还必须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 学习在失重状态下如何移动 如何喝水等基本生存技巧 完成痛苦的离心机和压力舱训练 还要练习应对各种飞行中可能遇到的紧急状况 而拍摄所需的设备早在两个月前 已经由货运飞船提前送到的空间站内 正近代设置组10月5号 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启程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今天的联盟MS19号飞船发射的整个过程 那整个过程应该说是非常的顺利 连主持人都是不停地说 这个真的是完美无缺 像教科书般的一次飞行发射 那么接下去呢 联盟MS19号飞船将会飞往国际空间站 大约在两个多小时之后呢 将会跟国际空间站进行一个对接 这一次整个发射为什么这么受瞩目呢 是因为这个联盟MS19号飞船上面的机组成员非常的特殊 只有一名宇航员安东 他是一个专业的宇航员 剩下的是一个设置组 也就是前面我们看到的女演员优利亚 以及导演克里姆 那么他们呢将会在 这个太空当中停留12天 然后呢用10天时间去拍摄一部名为挑战的电影 那这也是人类首次在太空当中拍摄电影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联盟号飞船发射的直播 就进行到这里 差不多要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这个要在太空拍电影的硬核摄制组 由俄罗斯宇航员施卡普洛夫带队 由于人手有限 导演西鹏科同时将担任摄像 女演员佩雷希尔德 则将兼任服装设计师和化妆师 就连宇航员施卡普洛夫也将有情出演 三人都对为期12天的太空拍摄工作充满期待 这部影片取名就叫挑战 讲述一名医生被派往派空为宇航员进行紧急手术的故事 导演和女演员最终能成型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挑战 除了数千人的海选严格的医学检查 他俩在前往国际空间站之前还必须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培训 学习在失重状态下如何移动 如何喝水等基本生存技巧 完成痛苦的离心机和压力舱训练 还要练习应对各种飞行中可能遇到的紧急状况 我们在这三个月中的美丽世界 很难 很难 时间不少 睡得不少 有时的活动 而拍摄所需的设备早在两个月前 已经由货运飞船提前送到的空间站内 正静待设置组10月5号 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启程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